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講一下碳中和的手段 就是講截留 上一集講了怎樣開源 開源就是講carbon fixation 截留就包括什麼呢 第一 在那個能源結構的調整 上次講過 我們有些行政的手段 就包括一些叫碳稅 或者是一個碳的交易市場 第二就是那些不同的潔淨能源 好像是光復、風能、輕能、客能 未來的一個賽道 應該大家要去專注的就是輕能 輕是一個相對來說 是會來一個很大的市場 尤其是一些重型的運輸 會是會用到 其實輕能就包括上中下游 上游的就是講你怎樣去製造這個輕出來 輕的能源出來 中游的就是你怎樣去運輸 下游就是講一個應用場景 其實全部的能源都是講這三樣東西 怎樣去製造它出來 第二是怎樣去輸送 第三是怎樣有什麼應用場景 光復也是這樣 其他能源都是這樣 製造輕可以分開究竟是煤化工的發輕 或者是一些廢物的發輕 相對來說環保係數就不一樣 第二去中游 我運輸這些輕 究竟是用固體形式去運 液體形式去運 還是一個氣體形式去運 到下游 下游就是我應用的場景 究竟我用在什麼地方呢 現在應該會用的是一些重型的卡車 或者是一些軌道列車裡面會用 因為他們每一個技術都有一些限制 譬如輕能他們的限制 你三個條件你滿足兩個 第一可能是重載 第二就是點對點 第三就是有一個固定路線 即是可以加輕有一個數目 可以計算到的 你三個滿足兩個 你就可以用輕能 那為什麼輕能跟鋰電池 它應用場景不同 鋰電池因為它們不需要去做重載 它們有其他方便的原因 它是不是用在一些普通的私家車裡面 輕能因為它有它的好處的時候 它就用在這裡 現在在內地 其實大家投資在這裡 投資得很厲害 但是到今時今日 未有一間企業 是有持續的回報回來 大家都是在買它的將來 還有一個就是隔接清潔能源的使用 即是說一些儲能 即是你怎樣做了這些能源 怎樣去儲能儲儲著它 其他的就是說一些 在不同的領域裡面 你是怎樣去減 例如在工業領域裡面 有沒有一些在施工方法 你是可以減少到它的工序 將那個損耗減少到最低 那工廠化的生產 拉一些無組完成的組件 去現場去陷阱 那你會是 損耗就會是最少 如果你經常都要在現場去做的時候 損耗就會是大 這個是要依靠科技 依靠一些很預先的規劃去做 那麼在交通領域裡面 有些引入一些新的概念 共享出行 即是有什麼去拼車 因為軟件的發達 令到不需要一定要 一定要擁有一部私家車 有沒有辦法去拼出來 那麼 那臨臨種種不同的新的思考 新的概念 唯有的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破壞環境 都是因為科技 要去修復環境 我們都是需要去科技 那麼這些科技 就需要一是政策的扶持 政策的扶持 好像光復太陽能這樣 有補貼 或者另外的 就是做了這件事 那個市場有沒有好像 那些叫做 叫做減碳 那些碳匯 可以形成到一個 掌賞的機制 令到那些人多些去參與呢 就變成了一些 碳交易市場的機制 那麼這些就是一些 相對來說就是一些 在 折留的手段 去將它運用 今天想說的 碳排放的折留 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 大家聊一聊 拜拜